皮皮鲁和水姑娘 这天早晨,皮皮鲁起床后去洗脸 他把脸盆放在水龙头下面,打开开关,水哗哗地流出来 皮皮鲁伸手准备关水龙头 别关别关,我的胳膊还没出来呢 一个小姑娘的声音 皮皮鲁把手缩了回来 行了,关吧 皮皮鲁顺从地把水龙头关上了 谢谢 从脸盆里传出来的声音 可脸盆里除了半盆水以外,什么也没有啊 你是谁 皮皮鲁惊奇地问 我是水姑娘 水姑娘,会说话,还有胳膊 那当然,没胳膊怎么拿东西 皮皮皮鲁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瞪大眼睛使劲往脸盆里看 真的 他似乎看见一个透明的水孩子在脸盆里 你,真是个小姑娘 我天天用水洗脸 怎么没见过你 皮皮鲁想不通 还问呢 你要不就是关得早 要不就是关得晚 总没有合适的时候 今天要不是我喊一声 胳膊就被你关在水管子里了 水姑娘还挺生气 真对不起 皮皮鲁抱歉地说 别说对不起啊 我还得感谢你呢 水姑娘觉得自己的话说重了 挺不好意思 我给你唱个歌吧 你会唱歌 皮皮鲁睁大眼睛 爱听歌吗 嗯 水姑娘唱起了歌 那歌声悠扬动听 向小溪轻轻擦着鹅卵石流过 向小河拍打着岸边的土坡 皮皮鲁被水姑娘的歌声打动了 皮皮鲁睁大眼睛 你在干什么呢 还不快洗脸 又该迟到了 房间里传来妈妈的声音 皮皮鲁这才想起了洗脸的事 拿水姑娘洗脸 皮皮鲁不干 他已经喜欢上水姑娘了 把水姑娘倒掉 皮皮鲁更不会干了 皮皮鲁打开水龙头 胡乱抹了两把脸 委屈你一下 皮皮鲁找了一张报纸 要是让妈妈看见盆里有水 肯定会倒掉的 倒掉 多可怕 水姑娘害怕的说 别怕 有我呢 皮皮鲁把报纸盖在脸盆上 把脸盆塞到床底下 外面又放上两个纸箱子 谁也看不见 你干什么去 水姑娘还是害怕 上学去 中午就回来 皮皮鲁安慰他 你快点 行 皮皮鲁从来没觉得时间过得这么慢 一节课真长啊 水姑娘怎么样了 她的歌真好听 好不容易放学了 皮皮鲁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家 她连书包也顾不上放下来 就趴在地上 往床底下一看 松了一口气 妈妈没有发现藏在床下的脸盆 皮皮皮鲤的 手下的脸盆塞了出来 你可回来了 床底下真黑 水姑娘说 今天过得真慢 再唱支歌好不好 行 诶 你身上背着什么 书包啊 书包 就是装书的 书 书上有各种各样的故事 故事 你给我念一个听听行吗 皮皮鲁平时不大喜欢看书 可是给水姑娘念故事听那是另外一回事 她打开语文课本 挑了一篇童话 读给水姑娘听 真好 水姑娘惊得入了神 唱只歌吧 皮皮鲁合上课本 水姑娘唱了一只好听的歌 就这样 皮皮鲁给水姑娘讲故事 水姑娘给皮皮鲁唱歌 时间过得真快 皮皮鲁和水姑娘已经认识两天了 这两天 妈妈到处找脸盆 皮皮鲁 看见脸盆了吗 妈妈问 没有 皮皮鲁红着脸摇头 妈妈终于发现了 儿子把脸盆藏在床底下 你这是干什么 妈妈奇怪地问皮皮鲁 她看见儿子在对着脸盆里的水说话 妈妈端起脸盆就要去倒水 妈妈 您别倒 皮皮皮鲁快哭了 你就别倒了 皮皮皮鲁的爸爸说话 哎 你就宠着他吧 不好好学习 把一盆水藏在床底下 怪事 妈妈放下脸盆 晚上 皮皮鲁翻来覆去睡不着 她知道 明天等她去上学的时候 妈妈就会把水姑娘倒掉的 怎么办呢 皮皮鲁真想不通 妈妈为什么不相信脸盆里有个水姑娘 大人的脑子总是那么简单 只相信眼睛看得见的东西 你还没睡觉 水姑娘的声音 她知道皮皮鲁在为她操心 皮皮鲁眼睛忽然一亮 她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把你送到公园的湖里去 以后我每天放学后去看你 给你讲故事 你还给我唱歌 好吗 皮皮鲁说 谢谢你 你每天都得来 我等着你 一定 第二天早晨 皮皮鲁端着脸盆去公园 路上 人们都向她投来好奇的目光 皮皮鲁才不管他们 看吧 瞧吧 你们看是一盆水 我看是水姑娘 在公园的湖边 皮皮鲁给水姑娘讲了一个最好听的故事 水姑娘给皮皮鲁唱了一支最好听的歌 然后皮皮皮鲁一依不舍地把水姑娘放在了湖里 他看见水姑娘的身体和清澈的湖水融在了一起 整个湖变成了水姑娘 从这天起 每天放学后 皮皮鲁都要来湖边坐一会儿 把新读到的故事讲给水姑娘听 水姑娘呢 仍旧给皮皮鲁唱最好听的歌 这歌 只有皮皮鲁能听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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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你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